朋友们好,欢迎来到韭菜说,我是韭菜哥 最近不知道朋友们发现有没有一个特点 那些极端的民主派啊,一到关键的时候 他们的表现就特别像五毛一样 无论是言论还是行为都有极其相似之处 有的时候他们口号甚至我们也分不清他们到底是谁 是左还是右还是中理,对吧 有人在一起我们交流吗 同学啊,朋友啊,在一起交流 吃饭也说 这是为什么呢,韭菜哥感觉 这是从小我们70后啊 或者是80末吧 80初那些人从小受到仇恨教育所致 实际上仇恨教育现在一直还在持续进行 那种教育让这两种人都有着相同的思维模式 和非黑即白的判断体系 这就是驯化的力量 洗脑就超级洗脑呗 我记得 在韭菜哥小的时候 生产剧里有个大磨坊 就是那个有牲口啊,牛啊,驴啊,去捏蜜,捏肚子,捏玉米啊,捏麦子都有 经常去那个磨坊民口看那个队上的那个保管员磨粮是吗 每当我们看见那个保管员在马或者驴和骡子拉墨之前啊 发现他们会用一块那个黑黑的帆布 把那个驴或者马力眼睛给蒙上 我们当时就感觉很奇怪吗 这是为什么呢 问那个保管员大言 保管员说 怕他晕啊 这个解释看起来还比较合理 因为咱自己也试过 如果咱蒙着眼睛自己转两圈 你稍微快点就会晕啊 但如果把马或者驴眼睛蒙起来呢 那就是一种保护啊 不让马晕啊,不让马驴晕,对吧 突然间有一天吧 我们跟一个邻村的一个朋友聊天说话 谈的跟他说 你们村也把那个眼睛驴眼睛都蒙起来吗 他说一样 都一样 他说 把驴的眼睛或者马的眼睛蒙起来啊 就是不让他看见那个莫普兰的粮食 要不那个马或者驴一块去吃啊 这个答案 跟那个原来我们村上那个保管员 那个大言那个答案出轮的 而且这两种对马是太重要 因为前者是在保护马 怕马晕马 而后者是在说防范这个马或者驴 让他不能抽食粮食 这甚至一种怨怠 那么他们究竟说的谁说法是这个选择啊 或者更接近实实啊 对吧 于是九菜哥没事从小节也问嘛 经常问到一些人家口无言 我们就去问村里那个比较有学问的人 一个 就是当时 是新农村插队也什么情况 反正没回去吧 有个南方口音 是江苏徐州口音 远近靠近山东左庄景京台附近 就问他 他没有直接回答九菜哥 他只是问我 你知道狗为什么这么忠诚吗 九菜哥说 我当时真是不知道忠诚不忠诚 他说这狗啊就是个驯化的结果 就是驯骡子驯马 就这样 那个南方的那个大哥就说 所有的狗的祖先啊都是狼 具有野性的狼 可是狼有一个习性 有一个特性吧 那就是都有一个头头 这个头头正服了 这一群狼啊 他就不会攻击人类 那么整个狼群也就不再攻击人类了 对吧 因为狼就有一个特点 你一旦通过食物占据头狼的位置 那么其余的狼 根本就能很好的适应自己的小弟的位置了 当然狼要是具有野性的 人为了让他们听话 要么当着他们的面 处死不听话的狼 要么用食物奖励听话的狼 这样呢 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筛选 驯化 狗就变得越来越依赖人了 于是 他们也变得越来越听话 就一点点狼的野性都没有了 与其说 狗是对人的忠诚 不如说对食物的忠诚 其实反过来看的话 那个马或者驴啊 或者骡子啊 或者牛啊 他也是一代一代驯化出来的 比如说有个军队上 之前有军马 国带战时候 那个时候 你关羽啊 上飞都有军马 对吧 你无论怎么给他带上帆布 他也不会安静的拉末 因为他总想奔跑呀 他的特性就是奔跑呀 因为他就是受的那一种驯化嘛 嗯 只有那种干了干不了重活 无法自己生存的老马 他会为了一口粮食 而不那么累的 不那么累那么劳作的去安心拉末 因为他能奔跑的时候 年轻的撞马 撞见马 驴 他都是去奔跑嘛 那战马军马 对吧 老了之后 他会来拉末 但是他拉末跟拉末 那个马或驴 那军马 推一点 他也不会对莫牌上的 食粮食 无动于动 动物嘛 人都一样 所以人民绝对不能让他 知道他自己做什么 自己做什么 他又开始偷食粮食了 对吧 还得蒙上眼睛 再回到这个右派和 那个南方 那个大哥说的点声来看 看来给那个马 莫的驴啊 或者马牛 骡子这些 主要是怕他吃粮食 而不是怕他晕呀 当然了 所以主要的马 是什么都看不见 他才会听话呀 这就让韭菜哥 对这个熏化 有了个基本的概念 第一 消除这个野生 牲畜的野性 消除野性的主要手段 是恐吓和诱惑 第二呢 就是对食物 有严格的控制 绝对不可以让 作为工具的动物 吃的太饱 或者科技自由 寻找粮食 寻找食物吧 第三 尽量限制他们的自由 否则他们会 野性回归 而这种因为熏化而导致的价值体系偏渣 让韭菜哥 忽然想起了 原来小时候 那个 对上那个墨房 想起了 那个肩胛上 都没玩的 那个老马 老骼子 我们这儿骼子多 马 不如骼子有劲 骼子就是 马和驴的杂交 也叫二姨子 人 人 不管怎么 不承认自己的思想里有毒 但是潜意识里 毒总是在那里存在着 对吧 你觉得自己觉醒了 其实那个毒素 还隐藏着你心灵深处 模糊角落 对吧 动不动就会发作嘛 其实从小的教育 不仅让我们中毒 甚至还塑造了我们的思维方式 而思维方式 有的时候 就是 呈在这个毒素里容器 早上起来 九泰哥没事 看看微信 朋友圈里有一个 原来像是民主派的人 写了一篇文章嘛 他说 美国是哈马斯的靠山 按理说 这个扯淡的理论 应该不会有人相信吧 咱们都知道是 以色列给盟友嘛 给美国对吧 包括特朗普总统 伊万卡 包括现在的拜登 还有布林肯 国务庭都一样嘛 可是 这个偏偏 下面还有几倍 人应该的打赏 稀奇葩了吧 九泰哥在南港起 前些天 那个民主派 关于一定要奋听 八以冲突 和八以冲突的 哈以冲突的另调 九泰哥不得不开探 他们知道自己 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吗 就在那一刻 九泰哥就想起了 那个老驴 老马 拉莫的过世 从某种意义来说呀 那个老子老马呀 正是一个比喻 他正是我们自己 九泰哥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很简单啊 我们都是被驯化过的 被吸脑过的 对吧 只不过驯化的手段 由鞭子变成了教育 这种教育体制 不仅要我们 无条件的去爱什么 也让我们 无理由的去恨什么 而我们的人生 也正好像那匹老马 老老子老驴老牛 整日子忙忙碌碌 不工作 就没有那条可怜的粮食 眼睛没蒙着 既然不知道 自己外面有什么情况 那也不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 作为保管员 那就是恩人啊 给他饲养员啊 也就给他 喂料喂粮食啊 没有这个饲养员 保管员 他就没有食物啊 整日带着枷锁 还以为自己 是人生的一部分 他殊不知 那是保管员 那个管理员 强加给他的一个枷锁 对吧 动物的本身 需求有几个吗 逃跑啊 打架啊 进食啊 繁殖交配啊 这正常啊 对吧 可是当动物 被驯化以后 他的需求只剩下两个了 一个是吃饭 繁殖 就是交配 进食 然后呢 为人力所用 要么劳作 要么被人力吃掉 其实韭菜哥感觉 人也一样嘛 当他被驯化 或者我们被驯化以后啊 命运就跟那个老马 老罗子 老牛一样的 但是 我们作为人 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的命运 恐怕有时候 还真不如那个老马 老马 他只是辛苦劳作 最后 被杀了吃肉 但是 我们人 是有个大脑啊 对吧 这个大脑里 有个特殊的系统 那就是个镜像系统 这个系统包含 控制运动力 皮层神经 我们运动的时候 我们处于幸福状态嘛 对吧 然而神奇的是什么呢 但我们看到别人在运动的时候 我们神经也会非常兴奋 这说明啥 这说明 我们感受自身行为 和感受他人的行为 大脑 其实是同一个 并且就是我们的镜像系统 人里的同情心 也就同理心 这是一个高级动物的情感吧 由此而生 然而 并不是我们能感受到 其他人的情感 我们能理解他们的 悲欢利和 人是分群的嘛 对吧 如果我们认同某些人 我们就能和他们产生 同理心同情心 如果不用他们的一些观念 那么他们的苦难 就和我们无关 对吧 如果是敌人的幻境 我们甚至用更残忍的手段 去对付他们 就像我们看见那个 巴勒斯散人 房子被炸了 那些哭天寒地的人 我们会同情 但我们也很少有人去想 他们为什么会挨炸 我们为什么不去想 因为我们已经被驯化的 不能去理性思考了 就像那匹被蒙着眼睛的 老驴 老马 老牛 老骆子 不会想到这边 不到一米的地方 就是美味的食物 也不会想 揭开自己的眼睛 那个蒙不一样 对吧 但我们自己被驯化以后 别人告诉我们 恨谁吗 我们就恨谁吗 我们很有可能 就会干出更残忍的事情 非常残忍 更可悲的是 妈家 我们甚至在做 伤害别人的事情的时候 还觉得自己正在做 高尚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其实韭菜哥感觉 我们被驯的命运 比那匹老马 命运还要惨 都是动物 都是人 人 还有 勉为其他难为人 真是 通过这个霸忆冲突 韭菜哥总结了很多人生经验 这是分享的一点 后面如果有机会 分享更多的生活感悟吧 现在先录在这里 朋友们 这里是韭菜说 我是韭菜哥 我们再见 拜拜